咱俩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了 不合适也要有个理由吧 对你说话呀 你 你怎么不能这么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 就给我判了一死刑了就 就像是 一个陷阱 从你们俩好的那一刻开始 就陷入了一个高强 高压的情感关系 除非你变得更强 否则他肯定会找一个 比你更强的男人 而你 就会越险越深 越晚门开失去越多 因为一切 原本不在你的掌握范围之内 那我该怎么办 很多夫妻觉得亲子鉴定 是婚姻的粉碎事 一旦做了 就像伤口被撕开 会留下疤痕 永远不会愈合一样 但是其实幸福的家庭 是不会想要做亲子鉴定的 从夫妻 开始互相怀疑 想要做鉴定开始 这段关系 就没有办法愈合了 我不管你们是真的好过 还是和我吹的 千中万去 你现在让我追加投资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让那个董鉴定师来落信 成了的话 咱们就接着往下聊 说明白了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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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叔 我知道你心软 你绝不会看我 就这么废掉的对吧 咱们重新开始吧 你回来诺秦 我把我的胃子让给你 我给你做扶手